记忆的商机 么么哒 大家好我是格子 我刚才这头啊就下楼 拿了一下快递啊 这个上楼啊就开始喘啊 可见现在在家宅的啊 这个身体素质呢 是直线下降啊 所以呢每天我这头啊 也要抽出来啊20到30分钟啊 在家锻炼身体啊 咱们现在虽然不能出门啊 但是呢在客厅啊 在卧室也可以燃烧你的卡路里啊 好那咱们先把窗户开开 好那咱们开始运动啊 大家都知道啊 运动前呢必须先得趁筋啊 趁筋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踢你腿 哎呦 这么踢吧 给我看一下 然后呢再这么踢 好 好 我爸爸 好 小姐 请我吃二蛋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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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趁筋之后呢 就可以铺上垫子啊 开始运动了啊 好 那咱们把垫子拿出来啊 比如咱们做一做复活生啊 现在还真是不行啊 原来做三十个都没问题啊 现在做十个复活生啊 就不行了 看来这运动啊 还在徐于监禁啊 好那咱们做点别的运动 比如可以做一些这个高台腿啊 还有做一些这个养活起座啊 好那朋友们 今天是宅在家啊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啊 第一次运动 所以运动了这么一会儿就非常累了 我这头呢歇一会儿啊 歇一会儿再做一煮啊 然后 循序渐进啊 刚上来不能太这个 强烈啊 这样对身体也不好 好那我这边呢也呼吁啊 这个天天宅在家的朋友们啊 每天抽了一些时间运动啊 这样的话呢 你能保证啊 你自身的一个体质啊 这样呢咱们才能更好的啊 预防这个肺炎 好不好 好那朋友们 这就是我在家的一些这个 运动项目啊 那你们在家 都做些什么运动呢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 咱们相互交流 好那这期的浪呢 就到此为止 拜拜